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拜登总统昨天在旧金山郊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四个小时的会谈后 举行了单独的新闻发布会 在记者会结束时 他被问到是否仍然认为习近平是独裁者 他重复了自己在6月份的说法 他说没错他是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一个独裁者 因为他统治着一个共产主义国家 而这个国家的政府形式与我们的政府完全不同 作为回应 中国外交部表示强烈反对上述言论 但没有提及拜登的名字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对记者说 这种说法是极其错误的 是不负责任的政治操弄 毛宁还说 这都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 企图煽动和破坏美中关系 他们注定不会得逞 但当被记者问到他口中的一些人指的是谁 毛宁则拒绝回答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昨晚与商界领袖的宴会上表示 我们愿意继续与美国在大熊猫保护方面开展合作 尽力满足加州人民的愿望 加深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 暗示中国将向美国派遣新的大熊猫 还称他们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使者 作为回应 加州州长纽森也向习近平赠送了一件NBA球队 在北美的动物园里看到这些毛茸茸的大熊猫 一群主张在以哈战争中停火的抗议者 昨晚封锁了距离国会大厦仅几个街区的民主党总部入口 促使警方加强警力 双方也最终发生了肢体冲突 警方表示在警察试图驱散与会者后 这些抗议群众开始变得暴力 甚至有人向警察喷洒胡椒粉 参加抗议活动的团体联盟表示 他们始终保持着非暴力的态度 却遭到了警察暴力袭击 导致90多人受伤 几名众议院民主党议员包括林道 曾都在昨晚出席了大楼内的活动 但由于情况混乱 他们随后被警方疏散 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杰弗里斯 在内的民主党高层今天发布了联合声明 指责一些人的抗议方式 已经超出了该有的行为 同时感谢了警方的服务和专业精神 谎话脸片的共和党众议员乔治·桑托斯 可能真的要遭到驱逐 众议院道德委员会主席表示 他计划在明天上午9点的会议上 提交开除决议 道德委员会还发布了一份严厉的报告 指控桑托斯将竞选资金用于个人目的和从事欺诈行为等 两党小组委员会发布了长达56页的报告 详细讲述了桑托斯的种种违反道德的行为 其中发现他所筹集到的5万美元资金中有4万都被他拿去购买了Hermes的奢侈品 剩余的花费则被用在了餐饮和停车费用等等 报告中还说在获得竞选资金的同月 桑托斯还在一家皮肤水疗中心花费了1400美元 提供肉毒感菌、维蒸和面部护理等美容服务 桑托斯也罕见的不在嘴硬 宣布自己不会在2024年寻求连任 但他还是指责众议院道德委员会存在偏见 请继续做电影新闻快讯 掌握新闻的最新动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